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国家战组到政府阴谋 到大国博弈 从无辜受限到恐怖袭击 悬疑 爱情 动作 科幻 客宫片又融合了哪些最流行的电影元素 本期节目 客宫电影为何永不过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老蓝看电影 最近有一个传统的系列的特宫电影又推出了新的一部 那就是《点影重重》的第五部 那么这部《点影重重》呢 积累了很多粉丝 这些粉丝曾经失望过 这次一看呢 《点影重重》这个演员表呢 放心了 为什么放心了呢 主要人物依然叫杰森·波恩 说他什么时候这个主要人物不是杰森·波恩了 第四部 主要人物就不是杰森·波恩了 因为这个《点影重重》系列呢 有一个特点 他的前三部 其实说的就这么一件事 说有一个搞特工的人呢 失去记忆了 他的名字就叫杰森·波恩 那失去记忆之后呢 他就想找我到底是谁 结果他发现呢 自己啊 曾经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 后来因为在中情局里的一些矛盾陷入到了政治阴谋当中啊 中情局去追杀他 这当他发现了自己这个绅士之后呢 他开始勤着身下 所以《点影重重》前面这三部说的都是这个事 情节啊 很吸引人 有很多悬疑 也很刺激 他为什么到了第四部的情节变了呢 因为这第四部啊 这个导演呢 是他头三部的编剧 叫托尼吉尔洛伊 他写着剧本写上瘾了 头三部都拍了也推出了 市场效果很好 挺长时间门张了 第四部 他说我干吧 我来吧 可是他呢 怕这个自个儿拍电影拍的不行 再把这个《点影重重》系列给毁了 所以你看头三部 第一部叫这个伯恩的反击 第二部叫伯恩的霸权 第三部叫伯恩 反正都跟伯恩有关 他第四部呢 他就没敢拍伯恩 他拍的什么呢 说杰森伯恩呢 这个事情啊 又把这个中情局啊 另一个阴谋给抖了出来了 我另一幕里有一个特工也受害了 说这个特工的事 就是说其实整个《点影重重》第四部里边 基本杰森伯恩就没有出场过 所以这杰森伯恩没出场 所以他也是自我解嘲 管第四部呢 叫多余的伯恩 因此伯恩没出来 所以这回第五部呢 又回来了 说的又是这个杰森伯恩神圣的事 情节呢 跟头三部也差不了太多 反正就是寻找真相 然后呢 突破重重主案 打破一系列的阴谋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看凡是特工电影啊 都是这个规律 就是你一看 基本你都知道他要拍啥 就像我们看这个《点中谍》 每一集都是产出内奸 你等邦德系列呢 每一集都是打大坏蛋 还有美女相伴 基本都是这个套路 但其实石石球是说电影重重拍的怎么样 我认为不怎么样 就一个寻找真相就能磨叽五级 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这情节设置的很幼稚 很弱智 很烂 可是你发现这个电影没一部票房底 大伙还真愿意看 说是在我在电影院里有时候看到这电影也就挺有意思 也爱看 就为什么他整个的拍的水准并不高 却有这么多人也爱看呢 咱们今天就来说说特工电影非常特殊的美丽 为什么他长生不衰 就哪怕情节设置的差劲一点 你发现你也爱看 这什么原因造成的 咱们首先得感谢啊 这特工的题材太好 为什么 特工太神秘了 你看特工的职业由来已久 有人说中国最早特工谁 西施啊 让范黎给训练了 到乌王福山那当卧底去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只要有战争 这特工就很早就存在了 可能比西施还要早 而现在这个世界范围我们看呢 特工的传奇非常多 什么以色列摩萨德啊 这个英国军情六处啊 美国中央情报局啊 前苏联的克格勃 后来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啊 这是世界四大的特工组织 这些特工组织呢 永远是神秘的 为什么 他们的活动涉及很多国家基金 是不能对外宣布的 但是偏偏呢 特工呢 在这个领域之内 在看不见的战线做斗争 确实非常传奇的 你说他很传奇 结果很多事咱还不知道 第一个 他给了编剧很大的发挥空间 第二 给了观众很多的想象空间 这两个合在一块 你就会发现 特工题材太吸引人了 因为它神秘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想象它的传奇 你就拿我们刚才说这个 特工的三个系列电影吧 你看看这个邦德系列 已经第24部了 去年什么007U0啊 那个第24部了 蝶有重重和蝶中蝶呢 都拍了五部了 好像蝶中蝶明天 大概第六部也上映了 就是每一部 其实内容都差不多 就是因为大家对特工世界 这种想象 把这类电影给成去了 就是它的题材 本身太有诱惑力了 而且这内容你看 特好玩 它也展现了 就是特工里头啊 不同的样 其实这些样 现实当中不一定存在 是想象出来的 你比方说 詹姆斯邦德 詹姆斯邦德呢 是英国女王 受以寻觉的 就我们可以管的 叫贵族特工 他特点呢 是一有重要事 他就出现 历经这个千禧万古 最后事准备办成 无望而不利 再次な再次 更多时 而且本人呢 极有这个绅士风度 你看他扮演过邦德的六位演员 包括最近那个克雷格 那克雷格也是 长得不说多英俊吧 但起码他有绅士风度 有贵族气质 而且邦德电影有个特点 大美女出现以后 无论是敌方还是我方 他俩就得上床 就得一块好 就这种贵族式特点 身边美女不断 这是邦德特点 你看跌中跌里头 这个Eason Hunter 咱们都知道 大快哥 汤姆克鲁斯演的 长着一张万人迷的脸 他是什么特工 高科技特工 那身上的东西 带着跟超人似的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你还没关系 你等这个电影重重里头 这个杰森博恩 他是什么特工 我们管他叫最接地气的特工 人长的 这马特达蒙眼的 非常普通 掉人堆里就看不出来了 穿着永远的身 夹个衫背个包 就普普通通的 而本人也不是说多有魅力 带的武器呢 就顶多几把枪 动手说逮起什么屎什么 铅笔 绳子 牙刷 全能用 打开 那 最接地气的特工 所以你看这三种 不同类型的特工 把我们想象的特工世界 弄得丰富多彩 那么说特工是不是这样呢 咱们这里稍待给大家 普及点这方面知识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真实世界里的特工 远没他写得那么花花 你咱们就一样一样说 比方说特工长相 是不是都得跟邦德和 伊森亨特那么英俊 不是 特工的选拔标准是什么的 这个英国军情六处 曾经透露过这个 说我们选特工 身高要在1米7到1米73之间 说摆得最普通最普通的个了 长得要没啥特点 就个人堆里就找不着 他们有那么个测试吗 说什么人适合当特工呢 招人 说这个30多个人报考这特工 好 面试 怎么面试呢 来 你们在我身前转一圈 在主考官 身前他们就过来了 转圈 一个一个看过去 好 再来一遍 你等第二遍转的时候 这个主考官觉得 这个人我没见过 这人就适合当特工 就是他没有什么特点 你记不住他 这样人最适合特工 为什么 行动隐蔽 不招人注意 你要像邦德 像伊森亨特那么帅 坏了 咱都知道现在这小女孩 那追星疯狂啊 见着帅哥也疯狂啊 那都往上扑啊 在背后偷着拍 在发微博啥的 你说你这特工执行任务呢 一个小女孩 想哇好帅啊 在后头跟着 你怎么办 所以特工不能帅 越普通越好 越不起眼越好 你看成龙有个片子 叫林家特工 那里头的特工就戴个眼镜 近视镜 傻乎乎的 笨手笨脚的 别说美女了 小孩都不愿意跟那一块玩 得这样的人 他才能去当特工 所以就说特工呢 不能被这个美女带见 不能招女孩 他不能太英俊 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而且特工他的婚姻生活 相对来说非常单调枯燥 华盛顿曾经有一起案子 就是女人把自己丈夫起诉了 说我要离婚 为啥 说他这么些年 五年了跟我结婚 从来没带我出去 见过他朋友 好像怕丢人 而且一回家 躲到小孩屋里 还不让我进 早时候把他屋锁上 他老公就是个特工 就特工的生活要隐蔽 这个圈子非常窄 而且不能向别人 除了自己的身份 所以一般女人 跟他过日子 这是很枯燥 很没意思的 就特工不要说 不能吸引女人 就真结了婚了 也不行 而且你要随便 是把自己的家庭情况暴露 还有危险 咱们叮咬重重 这里边不就说了吗 这个杰森波恩 失去记忆之后 收获了爱情 跟一个女孩结婚 可是后来一出事 受连累 他老夫人打死 就这很危险 而且特工是不能向身边人 随意吐露身份 你像那个 电影重重 前三部那个导演 他也拍了 以前有个特工电影 叫史密斯 也没有就是那么浪漫 那么桃色 不是那个样子 你看中国最早的 进口一部大片 真实的谎言 是把性格 不是大家想象 那样又英俊潇洒 到哪就美女如云 身边这个 漂亮丫头不断 不是那个样子 特工要求 你必须低调 生活是很灰暗的 没多大意思 非常枯燥 还充满危险 有人说你说 这个它充满危险 那一定挣得多 你看那邦德一天 乡车豪宅的 都不缺钱花 是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你咱们拿这个 美国中兴局 联邦调查局 为例子吧 他的这个主管一级 年收入大概 也就十万美金 普通的特工 年收入也就是 五六万美金 而美国呢 一个25岁的 大学本科毕业的男孩子 他的平均年薪 也是五万多 也就是说 特工在美国的收入 平平 基本就是个平均水平 根本不是说 电影里展示的那样 好像从来不为 经济问题发愁 随随便便的 我就就可以挣大钱 不是那个样子 你咱们看这个 叠中叠里头 经常会出现 特工叛徒 除内奸 特工为什么里边 有很多叛徒 这个倒真实 就是他的收入很低 可是他一天干着事 随便哪个情报 卖上千万美金 都没事 他往往受不了这诱惑 有真实美国中情局 我叫阿尔德里奇的特工就是 他曾经把一个情报 卖给可哥博了 卖了多少钱 460万美金 这美金等于他在中情局 不吃不喝 干80年的薪水 你说这个 找个老婆都费劲 生活很枯燥 遇到这么大诱惑 有的特工就受不了了 所以特工呢 确实有一些 为钱叛变的 这倒是真事 就是因为他的收入比较低 而是他因为人费 因为我都没有 找到第二� 那么别人费 都不想念 这边 别人费 犯厂 都不想念 什么 这边 其实我做了 怎么办 我想 是 这个 国 所以说绝不像特工电影拍的那样 这特工生活跟邦德似的 跟汤姆克鲁斯演的似的 如此绚烂多彩 又有美女又有钱 天马星空的 你咱再说这里头 说那你看特工 说得有高科技吧 这个确实 美国中情局要论科技水平 在世界是领先的 但是这个科技 它绝对是在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范围之内 不存在我们说 它这个科技 一般科技家都不知道 就是为了怎么怎么的 没有公主于众 不是那样 它的科技最高水平 也就是我现代科技家研究的 科技最高水平 没有超越我们的想象 你看说那个 汤姆克鲁斯 那个高科技特工 好像什么玩意都有 什么都能解决 一般都能解决 到这里 我们可以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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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我们可以拒绝了 我们可以拒绝了 根本就不是那样 而且就是厉害到美国中情局这程度 他在进行活动过程当中 所谓的高科技产品也总失手 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像伊森亨特那样的天马行空式的 现实当中根本是没有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 现实当中的特工 跟想象当中的特工完全不一样 可是呢 现实当中的特工什么样呢 我这也是通过搜集大量资料回路啊 找到的东西 普通的观众是不可能了解这些 所以他想象这特工惊险刺激 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 所以编剧编的也是无限的 所以这特工电影才能这么花花 里边内容才能这么丰富 这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真实的并不是那样 那么这是特工电影受欢迎的第一个特点 它满足了我们一种想象 天马行空随便编 无编无缘的人 第二个特工电影受欢迎的 是特工电影是所有类型电影里边最能与世俱进 特工电影的题材总是能跟上这个时代 里边拍摄的东西总是能把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片来做 揉到一块 你看咱们可以把特工电影从头说 最早的特工电影 最早特工电影是1931年有部电影叫魔女马塔 它取材一个真实的事 这魔女马塔是荷兰人 他当时是双面间谍 很厉害 一个美女特工 他一边被德国服务 一边被法国服务 最后法国情报机构发现了 他是双面间谍 最后以帕国队把他出色 很传奇 包括给他执行死刑的时候 当时都轰动一时 好 把这个电影呢 魔女马塔拍了 这时候的主要的特工电影的题材是啥呢 战争导致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 情报斗争 间谍特工 就是说是为战争而存在的特工 所以这个时候特工电影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战争 那么到后来呢 和平了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了 到了50年代的时候呢 玄奈大师齐齐柯克拍电影 他无意间 他在一个悬疑电影当中 因为我们都是心许可可 叫玄奈大师 他无意间在自己悬疑电影上 把特工题材拽进来 当时这个电影 50年代叫西北天北 说一个叫罗恩的广告商 他拍的是悬疑电影 用了特工题材 结果启发了 后来拍特工电影的人 哎 设置一个悬疑 非常有意思 所以接下来特工电影呢 不再是国家与国家战争了 因为和平时期了 那么好 我们设置个悬疑 设置一个人被冤枉 然后洗刷自己 这时候把特工悬进来 所以后来相当上时间 都这么一个题材 你咱们现在看 你看 叠永重重 不也这样 杰森波 等于卷入这阴谋 要怎么洗白自己 包括伊森亨特 蝶中蝶的第一部里边 那么是伊森亨特呢 他们克罗斯去出奸 铲除内奸 铲除内奸过程当中 其他人全球覆没就他回来了 有人就怀疑中情局说 你是不是内奸 他还得找照在这个内奸来洗白自己 成了特工电影当时的一个主要题材 那么接下来呢 美国发生的一些事呢 现实当中的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呢 又给特工电影提供新的题材了 1963年 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 1972年 又发生了尼古松总统的水门事件 这时候有人拍了一部特工电影 叫《秃鹰72小时》 就反映了一个特工啊 他卷入了一场政治阴谋 这时候开始政治阴谋 成了特工电影的主题 咱们看这个点影重重 他不也是吗 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阴谋 怎么解开这扣 特工本身是无辜的 被卷到这里边了 那他为了解脱自己 他就得把这个政治阴谋公主于众 所以往往挑战政治阴谋 这成了后来特工电影的主题 你看 从这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题材 然后到悬疑题材 冤案题材 然后到政治阴谋 这特工电影总是能跟上时代脚步 那么我们也知道 2001年的时候 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 这个之后 恐怖袭击成了特工电影的一大主题 什么特点呢 咱们看这个叠中叠 很有意思 叠中叠4里边特别好玩 就说这俄罗斯标志性建筑 克里姆林宫 被恐怖袭击啊 给捣毁了 这时候俄罗斯对外公固 这不是普通恐怖袭击事件 这是一种挑衅的战争行为 谁支持的 美国人支持的 美国说我冤呐 俄罗斯说不信 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这时候呢 就让伊森亨特这特工 你调查一下怎么回事 谁弄的 跟恐怖袭击多大关系 这伊森亨特成了 解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功臣了 你看 这就是把恐怖袭击题材 用到这里面 所以你咱们一看 这个特工电影 真是与世俱进 就如果要就是说 特工间谍那些东西 大家不要看了 好 我揉入了各种 与世俱进的题材 政治阴谋啊 国家战争啊 恐怖袭击 我都能揉进来 就像我们看到 很多中国的这个 叠战剧 是呢 潜伏啊 黎明之前呢 他也是里边 加了很多花样 加了很多像心理学啊 追踪学啊 审判学等等等等 你看着觉得有趣 因为总有新的东西出现 没有人知道 是谁打的电话吗 没有 这些不重要 我来插盘 快回去合作 神奇的一跳 正好跳在我的神经上 那么这是呢 从内容上 你再从这个形式上 其实现在特工电影 它应该是个 最模糊的类型片 就它不是那么特点鲜明 为啥 它里边加东西 加了特别多 特工现在成了一个 基本题材 可这题材里头 动作片 爱情片 科幻片 惊悚片 所有元素都有 所以你看的时候呢 它能满足你 多重的需要 所以也就是说 为什么特工电影 长盛不衰 它主要原因 一个是 我们刚才说 特工题材太神秘 令人想往 第二个 与时俱进 什么东西都能撞到里头去 现实社会的好多题材 发生的新闻 都能和它揉到一块 而类型片的其他元素 特工电影 就借鉴的 特别特别充分 所以我们看 这个题材 明明是个旧瓶子 它总有心就往里倒 所以总能让我们喝的 均均有味 而且能品出 不同的味道 所以我们现在 对特工电影 依然是很欢迎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会原谅它 情节编的弱智啊 故事编的不够圆满啊 有的时候拍摄 过于天马星空啊 反正总之 大大会搁斗一起乱顿 你想要啥里头都有 当然它能满足你 不同层面的需要 所以特工电影 到如今 依然是长生不衰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 老梁看电影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